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空军维持其核任务能力来说很重要 德国空军的狂风IDS战斗轰炸机将在2025年之后逐渐退役 但长期以来都未能决定继任者是谁 选行的竞争非常激烈 除了军事和商业角度以外 德国还必须考虑政治影响 不过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 狂风IDS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是 可以挂载和投掷B61系列战术核弹 这是美国授予德国空军的独特能力 德国虽然不是拥核国家 但在北约框架内被允许在特定条件下 使用美国提供的B61航弹 作为狂风IDS的继任者 德国空军显然也希望新的战机 可以继续拥有这项能力 放弃投掷核弹的能力 将危及德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为了向德国出售战斗机 拒绝为台风战机进行核能力认证 那么如果用台风来取代狂风IDS 显然就会失去核武器使用能力 但是德国空军又不愿意购买F35 毕竟全寿命成本实在太高 而且法德西三国已经决定 共同研制下一代战斗机 即所谓的未来战斗空中系统 如果购买F35 显然会危及下一代自然战机 超级大黄蜂显然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这一信息是由德国国防部内部提供的 据报道 该计划已经在政治和商业层面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预计很快就会得到最终批准 并且由德国国防部长安尼格莱特 克拉普卡伦鲍尔将宣布这一消息 德国各政党也同意同时购买欧洲战斗机 和超级大黄蜂 因为这个方案既保护了欧洲航空业 也防止了德国空军失去核任务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스트广泛首由休门 除